泰国国王22号下午签署了国家临时宪法 并赐给泰国国家维持稳定委员会主席巴玉上将予以搬行 该临时宪法由48条内容组成 为组建过渡政府、国家立法议会和改革议会铺路 据悉 泰国陆军总司令 国家维持稳定委员会主席巴玉上将 22号下午赴巴蜀府华新行功觐见泰国国王 并成领以预准的临时宪法 8月上将在获得新宪法之后立即返回曼谷 而这部临时宪法也在22号晚间列入政府公报正式生效 这份临时宪法由军政府的法律咨询团队草拟 宪法维系泰国军事管理委员会在政变后成立的 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的地位和权利 临时宪法赋予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推荐国家立法机构 改革委员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的权利 临时宪法同时大赦军政府以及同5月22号军事政变有关的人员 据报道 有220名委员组成的立法机构将会任命泰国新总理 而总理则会推荐内阁人权 临时宪法并没有设定设立立法机构和临时政府的时间表 泰国军政府发言人称 军政府法律顾问预计将在24号提供更多有关临时宪法的细节 本集份 感谢观看